行 铃铛啊 可以啊 先睡觉 明天我和你一起兴奋 那好吧 早上先卸只摇醒 还是先摸了摸许红豆的额头 确定没有又烧起来之后 拿出运检 单看了又看 怀孕一个月 应该是许红豆主动提出的那次 傻笑了一会 拿出手机拍 下熟睡的许红豆和运检单发了朋友圈 这也算是官宣怀孕了吧 刚发完朋友圈 不就 红豆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谢只摇迅速拿 出手机 走出卧室 生怕把许红豆吵醒 低头一看 是红豆妈妈打来的 喂 妈 是我 阿姚啊 红豆呢 许母问 红豆还在睡 这孩子 都让你把他宠坏了 我看你发的朋友圈 红豆是怀孕了 是 一个月的谢只摇说 哎呦 那个太好了 这几天 我和你爸还想打个电话给你 让你们两个快点 要孩子 没想到这就有了 您放心 我肯定照顾好红豆 谢只摇笑了一下说 放心放心 就是红豆怀孕期间 要是情绪不稳定 你多担待一点 实在不行就把 他送到我和你爸这里来 你们两个 可千万别吵架 更不准动手啊 许母说着放心 但心里还是有很多话 要跟谢只摇嘱咐 瞧您说的 我怎么会跟他吵架 喜欢都来不及 您放心 过一段时间 我和红豆 就回去看你和爸 好好 我和你爸 就等你们回来 许母听谢只摇 这么说悬着的 心裁放了 下来 挂断电话后 谢只摇一下楼 就看见阿奶在做饭 阿奶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您怎 没有下厨了 去去去 红豆爱和我煮的 豆粥阿奶 白白首饰 依谢只摇 立元点对了 你快去 早是买条鱼回来 中午做给红豆吃 好谢只摇 答应着走出家门 一出门就看到了 像这边飞奔而来的 四个小萝卜头老叔 老叔 小葫芦跑在最 前面喊道 慢点跑 谢只摇 一把抱起小葫芦 阿姚说 我阿爸说红豆 姐姐肚子里有小宝宝了 是真的吗 果宝问 对谢只摇 捋了一下 果宝的小辫子 那我们还能找红豆 姐姐玩吗 妥妥举起胖乎乎的 小手腕 可以 不过不能玩 太闹的游戏 好爱 四个小孩子大叫 小声点 你们红豆姐姐 还在睡觉呢 谢只摇 比了一个近身的收拾 接着捏了小 葫芦的脸 放下它去玩吧 小心点 别摔了 好 四个孩子 边喊边跑走了 等谢只摇 买完鱼回来后 许红豆已经起床 再和阿奶一起吃饭了 你们两个吃饭也 不等我谢只摇 把鱼放在一边 就去洗手 快过来吃 吃完送我出汤阿奶 往谢只摇碗里加二菜 谢只摇 坐下后说红豆 你今天在家休息吧 别去民宿了 不行 我还得去看看 许红豆喝了一口粥说 那等我送阿奶出汤 回来陪你去 你今天不见投资人吗 之前说在我们这里 种菌子的那个 选好地了吗 红豆 问 选好了 就在那座山下 太阳照不到刚好谢只摇 指了指远处的那座山下轴 就过来 说着 红豆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许红豆拿起手机一看 是兰芝 阿姨打来的 是阿姨 她抬头看了一眼谢只摇 你接谢只摇 也抬了一下头 喂 阿姨 红豆啊 我和你阿爸看到 阿姚朋友圈了 你怀孕了 是的 阿姨 一个月了 电话那头传来 谢父的笑声 这是好事 我和你们阿爸都很高兴 过几天 我们就回 去看看你们哈 好 您要是回来 提前给我和阿姚打电话 我们做点好吃的 好 你好好休息哈 挂了 好 阿姨再见 许红豆挂断电话 阿姨要回来 谢只摇问 对 过几天 回来看看我们和阿奶 吃完饭后 我先去酸阿奶出摊 然后再陪你 去民宿看看谢只摇说 嗯 行 许红豆敲了电脑 红豆姐姐 红豆姐姐四个孩子 又跑了进来 你们怎么来了 许红豆 看见四个小太阳 还是挺开心的 我们来看小宝宝呀 胡子说 小宝宝 还要再过很久 才能看见呢 那你的肚子 为什么不是大大的 国宝问 因为小宝宝 现在太小了 等他长大一点 姐姐的肚子 就会变得 大大的了 红豆摸 这自己的肚子说 那他是弟弟 还是妹妹 小葫芦问 不知道 你们想要弟弟 还是妹妹 我要弟弟 我可以和他玩水枪 陀陀说 不行 要妹妹 我可以给他 扎小辫子 小葫芦 反驳道 要妹妹吧 妹妹香香 软软的 多可爱谢只摇 从门外走进来 老叔回来的小葫芦说 谢只摇 从桌子上 拿了四个橘子 分给四个小家伙 快出去玩吧 你们红豆 姐姐要去工 做了 好 红豆姐姐 那我们过几天 再来找你玩 其中一个小朋友说 好啊 再见 红豆摆摆手 等四个小朋友 都走了之后 谢只摇 拉拉 许红豆的 胳膊 红豆姐姐 我想要妹妹 许红豆笑了一下 推他谢只摇 好啊 你想要妹妹 我还非要生个弟弟 一把年 记了在这里 装小朋友 许红豆 点了点 谢只摇的额头 嗯 红豆姐姐 还挺任性 谢只摇 用手撑的脑袋 两人到了民宿后 行了 就到这里吧 我自己进去 许红豆说 行 别太累了 我送你来 是不是 谢只摇 还没说完 许红豆就在 他脸上 亲了一下 试试试 你也快去忙吧 行 下班我去接你 许红豆点了点头 就走进民宿 一进门 小琴就说 哎呦 红豆姐 阿瑶叔怎么舍 得让你来上班啊 没有那么娇贵啊 许红豆笑了一下 你继续忙 我去餐饮部看看 红豆来了 你们家阿瑶 还让你出来上班啊 那那嘴上说着 也不忘继续搅拌手 你的奶油 哎呦呦呦 怎么都把我想的那么娇贵 就是怀了愿而已 对了 大麦说他后天回来住几个月 你给他安排间房呗 那那想起来昨晚大 麦给他发了消息 行 必须给他安排间最好的 一周后 要在我们这里种菌子的 张老板的菌子厂 今天第一天施工 你要不要去看看 谢之瑶队正在梳头发的 许红豆说 好啊 正好出去 散散步许红豆队出去玩 还是很感兴趣的 到了菌子厂的选址地后 张老板 谢之瑶向张老板打声招呼 哎 谢总正在跟工人讲话的张老板 走过来跟谢之瑶握了握手 看向旁边的 许红豆这是令夫人 张老板问 你好 我是许红豆 许红豆向她伸出了手 你好 我姓张张老板会握了她的手 谢总 我太太和女儿想过来旅游一段时间 正好和我一起监工 我刚才过来的 时候看见那边有个听风民宿 能不能帮我联系老板 订一间好一点的房子 张老板说 巧了 我太太就是民宿老板 谢之瑶和许红豆 跟着张老板 到了工地旁的小茶桌 前坐下 许总 您是老板 张老板有点惊讶 对 我等会回去 就帮您安排我们这里最好的房间 好 那谢谢你了 谢总夫妻两个真是年轻有为呀 可以把云苗村的旅游事业发 展得这么好 不敢当 还是大家一起努力谢之瑶回答 中午和张老板吃完饭后 许红豆先回家了 谢之瑶留下和张老板谈投资的事情 许红豆在家 敲了一会电脑后 就去民宿帮张老板一家安排房间 进门就看见大麦 坐在一个休息 长椅上看着电脑 搓把子在旁边咬着玩具 搓把子 一看红豆来了就放下 玩具 向红豆跑来 他好像也知道 红豆怀有身孕 只是跟在红豆脚边 红豆你来了 快坐大麦往旁边坐了一下 嗯 我发现自从民宿正式开业之后 有员工 各部门也有经理 我都不用干事 天天无聊死我了 无聊什么呀 你现在主要就是玩玩 吃好喝好 每天开开心心 养养胎 这样 生活多悠闲啊 大麦说 也是红豆把胳膊搭在长椅的靠背上 看向大麦的电脑看什么呢 评论区 恶评是比之前少点了 但是也不少大麦叹了口气 没事 慢慢就好起来了 红豆摸了一下搓把子 你别忘了 等宝宝出生了 要让我当姨姨的大麦合上电脑 是 忘不了红豆又想起了陈南兴 大学的时候 他们约好了要当对方孩子的干妈 晚上 许红豆害怕月份大会长认身文 虽说是谢之遥不嫌弃 但是他自己接受不了 就早早买了认身油 每碗都涂 谢之遥忙完一回家 就看见许红豆又在涂认身油 他拿 过许红豆手中的小瓶子 我来吧 谢之遥蹲在地上 手小心翼翼地 在许红豆肚子上摩擦 许红豆把头痒 在沙发靠背上我要是长认身文了怎么办 没事 别担心 长了也是美的 我们洞永远美丽谢之遥 怎么会嫌弃许红豆呢 就知道 红我许红豆内心也得到了 一丝安慰 我想去看看陈南兴 好 你想什么时候去 我陪你谢之遥拧好认身油的盖子 把许红豆掀起来的 衣服放下来 坐到许红豆旁边 我给男男爸爸妈妈打过电话了 他们这个月出去旅游了 我们要去的话 只能下 跟着许红豆把头靠在谢之遥肩膀上 好 去旅游了 从悲伤里走出来了 就好谢之遥揉了柔许红豆的头发 好谢之遥